当代女生P2P对你把好手 你到化妆就不知道怎么化了 那如果说有一套魔法 能把P2的那一套 直接复制粘贴在脸上 你会不会学呢 今天就是一期利用P2思维 把理想最大化 别告诉我你P2的时候 都会把五官往里面挪动挪动 显脸小 好神奇 那放在化妆里呢 就是尽可能的缩短 鼻子到上唇的距离 眼下到下额线的距离 就是减少面部留白嘛 显脸小还显肉 你就记住涂口红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口红 晕染出唇峰外面去 再通过把人中凹槽 用修容加深 这两个方面去缩短你这个人中的距离 你看看就光在嘴上动了手脚 这个脸是不是小不少 脸上就更简单了 直接一块腮红 管它什么收缩还是膨胀 直接从颧骨扫到眼下 你脸上颜色了 自然长度去缩短 就显脸小了 这是何等法术 还有P涂不P发地线和发量的 还叫人吗 直接拿发地线粉哪儿 涂不盖哪儿 不用担心啊 多涂一点 但是一定要给它晕得须须的那种 发泡发白的都给它盖住 这个面子工程做完了 里子工程也不能落下 几块钱一把的宽尺书 把头发直接拎起来 吹风机热风 吹个十几秒 马上立住 侧面的也一样 给它拖起来 然后热风吹十秒钟 冷却之后再放假 来看看一个 近似于P涂软件里的 蓬蓬头发 这不就来了吗 还有真的不能靠软件里面的 那个大眼 真的夹得狠 都2023年了 但凡是会点化妆的人都知道啊 眼睛才是放大眼睛的神器 最近这个很火的 猫耳射的小睫毛 我建议你们人手入一个 我又新买了一盒 一整个眼睛贴酸醋 完全够了 简单还好看 看这个眼睛瞬间就灵动了 但是光靠一个上睫毛 还是不够的 下睫毛先定眼中 再定眼头 最后定眼尾 你看 轻轻松松一个下睫毛 就有了吗 姐妹就这眼睛还用皮啊 用皮啊 想看 广感美女 当然了 化妆还有很多小技巧 如果想学的话 下期见